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变咒 好 让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美丽的豪华的都伦多市政厅 Let's go 美丽的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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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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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所以多伦多市政厅还是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市政厅中可以出了一把萃拍到前面 刚才需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走进多伦多新的市政厅往右手走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右手这个墙壁上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壁画 那个壁画呢是完全用几万个钉子 也是硕一蹲记种的这个钉子 高低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 长短步齐就组成了不同的侧面 这样组成了一个这个壁画啊非常有特色 然后这个市政厅的二楼就是市长和议员们办公的地方 好除了多伦多市政厅之外呢 给大家就推荐啊这个 十个啊世界上啊 用我的标准的排一下 就是十个啊值得游览的市政厅啊 那么 首先就是多伦多市政厅啊新老市政厅啊 这个是number one啊 其次后面的就不分先后了啊 不分先后啊 我们可以去游览一下这个 英国的曼车斯特的市政厅啊 这个是哥特市的建筑啊 很漂亮 还有这个美国的水牛城啊 市政厅啊 很气派 像一座啊 将要发射的这个火箭啊 那种感觉啊 然后这个斯德哥尔摩啊 这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啊 这个是古典范本啊 东京啊 日本的东京的市政厅啊 一栋高楼双子塔啊 双子塔楼啊 很气派啊 德国的汉诺威士的这个市政厅啊 是古典的啊 这个罗马复兴式的啊 然后就是我们如果去法国的话 一定要游览一下巴黎市政厅啊 巴黎市政厅 这个典型的欧陆风情的建筑 非常的复利堂皇 那么 威也纳的市政厅啊 奥地利的威也纳啊 我们去奥地利啊 西尼哥 奥地利啊 这个 威也纳的市政厅啊 哥特市的啊 值得 游览 然后就是 悉尼啊 澳洲的悉尼啊 市政厅啊 复古风格的 好 欢迎大家 观看和订阅我的视频 燕大侠三千世界 我会和大家一起 看世界 观世界 放眼大千世界 纵懒花花世界 给您讲三千个故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放